大家好,我是宋 一个生活和奋斗在澳洲的中国他妈 今天的视频,我想给朋友们聊几件 发生在我周围的奇闻趣事 朋友们,如果是这种事情发生在国内 或者说是发生在你移民生活的国家 会有什么不同的处理结果 欢迎朋友们踊跃的在评论区里留言 大家来讨论讨论 第一件事呢,是我老公给我讲的 有一天我老公回家 我老公就非常神秘的给我说 老婆老婆,我告诉你一件惊天大事 你肯定会惊得下巴都惊掉 我说啥事啊,这么稀罕 我老公就跟我讲谁谁谁 被别人告了 我说,为什么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知道他老婆当时是怀孕了 然后呢,他老婆当时是怀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然后呢,另外一个女人到法院就给他告了 就是在他老婆怀孕的时候 另外一个女人同时和他老婆在同一个时间 也怀上了他的孩子 但是呢,他不认账 现在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这个女的就是要求做亲子鉴定 做完了亲子鉴定以后 就确定的来说 这个孩子是他的 这个 还不是关键 问题是到最后 法官的判决出来以后 简直是让我 觉得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法官到最后判决是怎么判了 抚养费什么咱都不说 就是这个男的不管赚多少钱 他的25%是要这几个孩子分的 就是说他有五个孩子六个孩子 这个孩子来分他的25%的收入 就是他要每个礼拜 政府会固定的从他的工资里面 把他的收入拿出来一份一部分 直接打到这个孩子母亲的账户里 另外一点的就是说 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两个礼拜 就是这个是由孩子的妈妈来决定 这个男方必须把这个孩子 带到他和他老婆的家庭里面 度过一天或两天的时间 来让这个孩子感受到父亲的温暖 当时我老公给我说了这个判决结果以后 其实呢我老公的这个朋友 在我的印象中 他跟我老公一样 就是说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工作努力 生活朴实 除了吸烟 没有任何不良的坏习惯 偶尔的会来找我老公聊聊天的 但是绝对不是那种爱玩的男的 但是呢 当我老公跟我说了这件事以后 我真的是 我觉得我的那个 我对他所有的美好印象 全部都崩塌了 特别是这个 我老公给我说了这个法官的判决以后 我就在这想 他和他老婆的家庭 已经有四个孩子了 然后呢 他每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要把这个孩子带回去一天到两天 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 这对这个孩子又小的心灵 歹是多大的伤害呀 所以说了哈 有的时候这个澳洲人和我们中国人 他的观念还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时候 我们所想的 我们认为善良的东西 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 到了洋人那里面 他们的看法是完全和我们是 背道而驰 不会是一样的 像有的时候 我跟我的朋友们 我们出去吃饭 不管是关系好 关系差 基本上都是AA 说是我请客 或者说是别人请客的时候 很少 刚开始的时候了 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有的朋友就会说 我来请客 我来请客 我就跟他说 能不能我们AA制 为啥 你请客 我老公会觉得 他我老公的思想 马上就会想 他为什么请客 他对我们有什么企图 他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 作为一个陌生人 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因为我和我老公 反正我认识我老公这么长时间 就是说 我们去他父母家 去他爸爸家 我们从来不会很随便的 想喝水 就是拿起来 就是开开冰箱门 自己倒水喝 绝对不会的 我老公 肯定喝水之前 去倒水之前 就会问问他爸爸 我能不能 have a drink 有点喝的 他爸爸会给我们倒水 没有说是 包括他弟弟来我们家也是 他就是说 如果他想吃你的东西 他饿了什么 他会很礼貌的问我老公 他不会说是 就觉得跟到自己家一样 像我们中国人一样 自己回父母家 想吃吃 想住住 这种情况 这种家庭 不能说没有 但是大部分家庭 当你的孩子成年结婚 出去当过以后 再回到父母家 他还是有一定的界限感的 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件事 就是说我之前的一个同事 32岁就当奶奶了 当他36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两个孩子了 奶奶了 我当时呢 就是说 我们在一起聊天 我那个时候 我是在 妇产科 Mutter Hospital上班 他也是那儿的清洁工 当时我怀孕嘛 我当时已经40多岁了嘛 怀孕 我在生我的小孩子 然后我们就说起来 这个孩子的事了 说起来孩子的事了 他就跟我说 他已经有两个外孙女了 我一听 我说 你给我开玩笑的吧 Are you kidding me 他才36岁 我说你才36岁 你就已经有两个外孙女了 他说有什么奇怪 他说我16岁的时候 我就有了我女儿 然后呢 我女儿16岁的时候 也有了他的孩子 现在呢 他女儿是 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所以呢 他36岁就有两个 外孙女儿 还有外孙子 我当时我一听 我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这种事情啊 放在我们中国 16岁生孩子 好像是我对这个法律 还不太了解 我觉得中国 允不允许他16岁的人 生孩子 都是个问题 但是呢 在澳洲 你16岁 你不但可以把孩子生下来 你孩子生下来以后 你所要享受的福利 如果是你的partner 还年轻 那政府就会担负起 你这个抚养孩子的责任 我要说的第三件 奇闻趋势呢 也算是比较曾经 出名的一个新闻 美国的歌星 麦当纳 我是前几天看的新闻 这个新闻已经不是新的新闻了 它已经发生了 有几年的时间了 在2017年的时候 麦当纳 歌星麦当纳 她曾经对着一个老妇人 60多岁的老妇人吐口水 她吐完口水以后 这个老妇人就把她告上了法庭 告上了法庭以后 这个法官就判定她 对她吐口水的这个老妇人 赔了总共是500万美金 当时这个判定结果出来以后 都是一片哗然的 你就是对别人吐了一口口水 根本没有对她造成任何的伤害 也没有对她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 或怎么样 心理上的伤害 但是这个法官就是说 为什么以什么根据 对她进行了这么高额的罚款 法官的依据就是说 她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又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当她在大众面前做出了不妥的表现 起到了不好的表率的时候 如果你只罚她5万美元 对她起不了什么作用 起不了什么警示作用 她下次还会对10个人 100个人去吐口水 所以说呢 要一次罚怕她 这个就是说 法官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我一次罚她500万美元 她就记住了 不但对她本人起到了一个警示作用 对大众 也让大众知道 如果你对别人做出了不妥的行径 那你就要付出代价 在今天的视频最后 我想给朋友们说 我们都很好 但是呢 就是我懒了 有的时候出视频呢 我自己认为啊 是一种心灵的感应 就是说你有这个灵感 你想talk 你想说一些什么样的主题 这个灵感来了 你拍这个视频 或者说是你在谈一个主题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的 很顺畅的就出来了 但是呢 我感觉这几天 我这个灵感 我有点找不到了 所以说呢 出视频出的也不勤了 谢谢朋友们的理解 祝朋友们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并点赞 大家再见 看我老公 盆头垢面 I said that you look very ugly 我们现在去看看 小妞在干啥 妞爸是昨天跟今天 昨天我们打扫卫生 昨天没有休息 昨天在压 打扫卫生 你都会用中文说什么 你都会用中文说什么 你们两个在玩游戏吗 小牛 你看你爸电话 小心别掉